有時候人體從小到大 你看小孩子出生的時候 人之初性本善 什麼都不知道 在混沌之期出生的這些孩子 他哪知道 在這個五卓二世 有肉 有這些吃的東西 來滿足口欲 慢慢長大 就在五卓二世裡面 跟著一起環境所影響 所以 我們每一個人的習性來講 在梁黃寶燦的經文裡面 都有寫到了 有時候人與人之間 禍從口出啊 不講又不行 講呢 又有這個摩擦 這個銅板兩個碰在一起就會想 但是要怎麼樣去圓融呢 圓融 圓融而不是說方方正正 一個腳 兩個腳 三個腳 四個腳 我們可以從觀察 我們可以從觀察 根本上司的身教和嚴教去觀察 師尊呢 師尊呢 絕不會要弟子去懺悔 而讓弟子呢 自己去懺悔 自己去懺悔 所以根本上司呢 所傳的佛法呢 就一直以佛陀的經文 來教導眾生 從佛法中呢 讓弟子能夠智慧生長 智慧生長呢 能夠體悟 這樣子呢 我們生活在人間呢 入世也好 出世也好 就能夠理事圓融 這一次來知道執心堂要見世 執心堂要見世 執心堂成立的年份 也是很多年了 你們看這個上面寫的 這個執心堂三個字 這個是2005年寫的 是師尊來這邊 是不是 主席 師尊來這邊 2005年 不是 你是說什麼 還馬來西亞 來執心堂 沒有沒有 沒有 還沒來 法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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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能夠給執心堂 提這三個字啊 也就是佛開了這個 金筆 來提這個字的 將來雷葬是成立的嗎 執心 但是我告訴大家 執心堂 本來我是不知道的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師尊給我提了四句祭 這個四句祭呢 師尊問我 他本來是只給我寫一個字的 我請一個字 就是 1996年的時候 1997年的時候 我做上 96年做上司 第二年滿一年的時候 我跟師尊請一個字 一個字呢 他就問我 你叫什麼名字 他要問我 俗家名 俗家名我姓李 名呢 家華 家庭的家 中華的華 我說李家華 馬上師尊這個筆 就在那個 西雅圖的真侯祕院 就寫了 紅筆 朱沙筆 家務是法務 家 華開見佛身 華呢 就是花的筆字 花 這個花的筆字 華 執心針道場 加持福慧針 我一直以來呢 在淨土中 我是1986年出家的 那個時候呢 我就一直有這個觀念 執心針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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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我所看的出家人 跟佛弟 也就是道場 佛寺來講呢 是聖帝跟聖人 因為我那時候畢業嘛 一畢業之後呢 24歲就出家了 所以在那個環境裡面呢 是 出家那個時候是很單純的 所以在我的腦海裡面 就是執心針道場 執心針道場 然後呢 到了針弘中 把這個師尊提了這個祭之後呢 我就在想 有執心針道場吧 謝謝 謝謝 謝謝